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改傳動 我們要來改我們的RTS傳動 那改RTS傳動呢 我們就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它的傳動到底是什麼 然後也跟大家講一下 要怎麼調整傳動 然後跟你怎麼樣選擇傳動 跟配傳動 好 我要不多說 開始 那傳動的部分呢 RTS的傳動前面 是 KRV的 它前面其實跟KRV完全一模一樣 前面這邊是KRV的 然後後面的部分呢 它一樣是GY6的部分 就是跟GY6一樣 那你要裝大組的也行 可是它其實是裝小組的 它不是裝大組的 就是所謂的雷霆大組 或者是KRV大組的 還是裝小組 KRV是反方向的 那我們就是講GY6 雷霆王的 那反方向另外除外 那這個是GY6的 有分大組跟小組的部分 那基本上呢 調整傳動我們第一件事情呢 會去抓這個鬆緊度 那鬆緊度的部分呢 在調整傳動的情況下呢 我希望 皮帶的鬆緊度 是差不多這樣子 微微鬆的 那不要太鬆 太鬆的時候會打皮帶 袋書會打皮帶 太緊的情況下 很緊完全都沒有彈性的話呢 你的D檔會變得比較差一點 那你的起步就比較容易會抖動 那從後面看呢 那從後面看呢 皮帶的部分 差不多就剛好在這個邊邊 開閉盤的邊邊 它會縮進去一點點而已 它手指頭去摸的時候 大概就縮進去一點點而已 這個部分 那這個就是說 起步的檔位呢 是調到最剛好的狀況 是這樣子 那現在呢 前面是KRV的 那我用的 還是用涼灰的 目前我現在手上有的 就涼灰的 那後面呢 GY6當然是用我的組合 那配置這樣子 那待會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調整傳弄的方法 拆裝的方法呢 順便也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 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 你拆下來嘛 然後 最難的部分還是抓開閉盤 如果有之前看過 小姐姐改傳動的部分 就有教過 最難的是抓開閉盤 那其他部分呢 其實沒有太難的部分 那 最主要是中間的墊片 中間這個墊片呢 或者是後面的墊片呢 主要是中間叫做檔位墊片 中間這個墊帶 在樸盤套管 或者是壓板中間的 都叫檔位墊片 那它是為了讓皮帶中間 可以下去一點點 開閉盤這邊 可以到最外面一點點 好 叫檔位墊片 後面這一個 就不叫檔位墊片 後面這個叫做 曲軸位置 跟後組的水平墊片 我們叫它水平墊片 你為了這樣子進去以後呢 你皮帶放的位置 要再這樣子水平 如果你是側拉 你的皮帶一定很 馬上馬上就會斷 要是放到水平的情況下呢 就會變成說 我們會把葡萄盤往外墊 那你沒有往外墊的話 你這樣子放進去以後 那你的皮帶 前組一定會比較內側 那比較內側 這樣子拉的情況下 皮帶歪的就很容易會有斷裂啊 或是等等狀況 那皮帶的部分呢 我目前還是使用原廠的 因為沒什麼改裝的 那兩位的盤子呢 就是三段盤面 那個人喜歡使用度 那中間的墊片 墊在這裡 或者是墊在 壓板這後面 都一樣的結果 就是要讓它中間 中間在開盤的這個中間 會比較多 會比較多一點點 讓楓葉盤夾住的地方 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比較多的情況下呢 它的皮帶會更下去 那它的開閉盤的部分 就會在更邊邊 檔位比較低 最邊邊是低檔 進去又是高檔 那這樣檔位比較低 會比較 起步會比較衝 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再來呢 就是所謂的調珠重 那很多人在增結的珠重 珠重珠重 其實珠子的重量呢 不是重點 重量呢 它是要跟大唐王 配合它的硬度的 硬度比較硬 它的珠子重量就會比較重 硬度比較軟 它的珠子重量就會比較輕而已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那改裝的盤子最大的差異 是這個勾邊 這個勾邊呢 它會比較薄 讓你的珠子可以滾得比較開 可以滾到最邊邊 滾得比較開 那墊片會有個問題點 檔位墊片這個墊片呢 檔位墊片墊在這個中間的情況下 會有個問題點 就是你珠子滾到最邊邊的情況下以後呢 有可能 珠子如果滾到最邊邊 這邊會停住 有可能會有夾盤夾不住 就是因為你墊片墊了以後 中間這邊會變多 變厚 然後呢 你的楓葉盤在夾的時候 會變成夾的沒有特別開 那沒有特別開的時候呢 你的皮帶就沒辦法跑到最邊邊 所以有些人會看到盤子上呢 為什麼沒辦法跑到滿盤呢 有可能你墊片墊太多了 墊片墊太多也會這樣子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 其實是就會變成一個問題點 所以說 如果你沒有吃滿盤的情況下呢 你還要去考量到你的 傳動是否調整在情況下 是不是是否墊太多了 造成它尾數不見了 那墊太少的情況下呢 也有可能會造成它是用二檔起步 因為它中間夾角不夠 它變成從這邊一半上面開始起步 起步的情況下呢 你的皮帶的檔位就不在最邊邊 你可能一開始裝上去 皮帶就在這後面這樣凹一點點 那就沒有到最邊邊 那沒有到最邊邊呢 自然而來你起步的檔位 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離合器旋轉力就會比較早接合 所以有些人會說離合器片 它的接合轉速要控制 這個也會影響到 除了小彈簧的旋轉力以外 還有這個圓徑的旋轉力 前後圓徑旋轉力會造成它離心力比較大 接合轉速也會提前 也會延後 所以這就是一些檔位的調整 所以我們叫做檔位墊片 那裡面的大彈簧的硬度呢 其實不用特別去增結 就是說租重去配合 你用硬的就是重租 你用軟的就是輕租 沒有什麼特別好糾結的啦 那開閉盤的部分呢 目前我還是沒有換 它其實開閉盤應該還是有的 那如果你拿別的開閉盤來用的話 可能要看一下它開度 所以開閉盤 目前我現在是用原廠的 那原廠就是直勾 所以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直接使用而已 那我目前現在原廠開閉盤 配上後組 然後我的後組是半銅的 我是配上半銅的後組 然後配上我們的網弓 有打動畫線下去做配合 然後這樣子是後組 那調整是這樣子 那前組的部分呢 就是其實注重去配合轉速 你要去配合到你全油門的時候 轉速能到多少 然後去配合 所以注重呢 有些人也會問我 其實我沒有特別在記 因為如果你的珠子 差三顆一顆 三顆一顆 我們這樣子都對角放 三顆差一顆的部分呢 其實是會差到 將近是200轉到300轉 那你墊片墊下去墊一片呢 大概會是差150轉 所以就是如果你墊一片 你的轉速會高150轉 然後你的珠子重量呢 如果是輕了 三顆 輕了一顆總共是三顆 總重差三顆的話 大概會是差200轉到300轉 輕就是會高了兩三百轉 重了就會低兩三百轉 類似這樣 當然有時候還要看搖和程度啊 傳動不變的原理 珠子越重尾速越高 柱子越輕起步越好 那當然這是你要調配上面的狀況 而且傳動調配 看引擎轉速 現在都有轉速了 所以完全看引擎轉速 那比較一個特別的東西 這個壓板 壓板的部分呢 改裝的呢 有一些是有修正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會變 那有一些是完全沒有修正 跟原廠一樣 像我用這個梁迴是跟原廠一樣 它可以用原廠的壓板 直接上去壓 那有一些改裝的 它的壓板的角度 這個圓角會比較凸 比較凸呢 的目的是要讓你在 滾足滾上來的時候 會比較頂那個樸利盤 滾上來的目的 樸利盤會頂得比較高一點點 那高一點點的目的 就是讓你夾的 可以夾得更多更強 然後可以更開到尾速這邊 會頂得更高 所以這是改裝的部分 有一些會有一些改良 那有些人是動在楓葉盤 有一些人是動在楓葉盤 溝槽的角度 溝槽的深度 都會有影響 然後再來就是盤面角度的問題 盤面角度 當然還有一些人 動的手腳 是動在楓葉盤的角度 那有些人角度 是動在楓葉盤 因為我了解的狀況下 多段是盤面的角度 梁迴是有專利 所以不能侵權的問題 那有些人就會動在楓葉盤 兩種角度 那就看品牌 有一些會有這樣 那這一個電片 是曲軸水平電片 這個都一定要對上 這個像 DRG SL 六代戰 它後面都有電片 你這個都一定要對準 再上去 然後 皮帶的部分 一定要抓進去 要抓進去 才能裝 要不然你這邊鎖會被皮帶卡住 你這邊如果沒有這樣子抓進去的話 你這邊鎖被皮帶卡住 這邊卡一截 你的楓葉盤沒有壓到底 卡一截 你等一下鎖螺絲卡住 我等一下你一轉 楓葉盤螺絲就鬆掉 楓葉盤就給你掉出來 都是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一個很重要 這是拆裝的功力 這是拆裝的時候要注意的功力 那接下來呢 有電片有什麼樣的一些相關的 這個我們已經稍微跑過了 那我們等一下去測個馬力 然後讓大家知道 到底這台車 改完傳動以後 提升到多少馬力 然後你裝上去的時候 要確定你的 皮帶是沒有咬到的 要一直確定一下 皮帶沒有咬到 皮帶咬到了 我跟你講你 螺絲鎖下去就是夾著皮帶而已 你等一下一轉皮帶一鬆 螺母就掉出來了 好 好還有第二件事情 最重要的 我常常遇到DIY的人 會遇到一個白癡的問題 就是它這邊中心 如果是突出來的 這絕對不能鎖 你突出來你就要找東西墊 如果你現在狀況是 我把這個墊片拿掉 如果像這樣子突出來的話 你千萬不能鎖 很多人不知道在這個地方 突出來後 然後墊片墊下去 還是什麼螺母墊下去 一打 曲軸的牙 就被你打開花 崩掉以後 你這個楓葉盤就拿不出來 就一直搖 一直搖 然後公司你這邊就壞掉了 你這邊壞掉 你就要拿吐到一直吐 我遇到一堆 一堆人DIY最大的問題點 千萬不要給我這樣 不管你是技師還是 學徒還是DIY的 這要特別注意 剛好我有墊墊片 所以我可以讓它變成這樣子凹進去 那凹進去是沒話講 那至於突出來的 絕對是不可能 你絕對是把牙打幫掉 不要那麼白癡 不要這樣子直接鎖 不要白癡 這是大家要特別注意的 那最後呢就是 螺母跟墊片 有些人會直接用螺母 有些人沒有加墊片 可是呢 只要再轉動鎖的東西 最好要加墊片 因為你加了墊片以後 你轉動上去的時候 你才不會有任何的 旋轉不了 然後或者是把鋁合金的盤面咬花 然後變成它的間隙就出來 到時候你轉一轉 它又鬆掉了 所以墊片是能墊是最好的 下面這個墊片是要墊是最好的 尤其用鐵的這些墊片是最好的 鐵的墊片呢 比較不會有像鋁合金那麼軟 會沉下去 那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螺絲為什麼你會看我都沒有換 我六代近戰 我的SL 有很多人都有換螺絲 那我整台車鈦合金螺絲都有 為什麼我的蒲地盤螺絲沒有換 鈦合金的 或白鐵的 因為當你划牙的時候 你是要曲軸壞還是螺絲壞而已 簡單講啦 今天如果是這種鐵螺絲而已 你鎖壞的情況下 曲軸由於是鑄造或鍛造的 有一些東西會比較強一點點 通常是螺絲壞 曲軸還有得救 還有得可以重新順牙 可是你今天如果是換鈦合金螺絲 或白鐵螺絲 當你一划牙的部分的時候 告訴你的曲軸就一起跟著壞 為什麼 因為它的螺絲太硬 就會把你的曲軸咬壞 恭喜你要換一隻曲軸 所以為了安全的考量 或者是鎖附的問題一點 傳動也是常拆 所以就會變成說 我不建議傳動的部分螺絲 換成鈦合金或白鐵 這個我還是建議換一般的 這是純屬我個人的建議 當然別人怎麼車行怎麼用 怎麼樣建議 那是別人的問題 我是因為這種理由 所以我不推薦你換白鐵或鈦合金 別的部位我會叫你們換 因為它很少拆裝 它很少使用 很少會有壓迫的問題 可是這兩個地方我不建議使用 因為壞了就是你曲軸要壞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由自己考量 那我們現在鎖好 要上去測馬力 二話不多說 Let's go 我們已經拉完馬力了 那拉完馬力呢 原本我們換完大胎測試的結果 是在9.8P 6,791轉左右 那扭力一樣10.3 那我們現在改完傳動呢 扭力一樣是10.3 可是馬力呢 直接變成11.6 11.6 瞬間就大了快兩匹了 一匹多一匹半 那它的轉速呢 就在8000轉左右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整條曲線喔 原廠傳動是紅色這條曲線 它就整個第一階 那它的改裝傳動呢 大概就是直接藍色這條 起步出去就直接8000轉 然後一路拉到底 所以可以看到它整個曲線呢 是直接高一階 那因為它的原廠傳動呢 狀況還是比較沒有那麼強啊 偏向起步推的比較強而已 那我們現在測試的改裝傳動呢 直接就讓它一次到8000轉 然後一路拉到底 然後呢 這個 我給大家看一下的是定傳 定傳的部分呢 它其實出力轉速呢 大概是7764轉 大概7800轉左右 然後是10.2P 那扭力的部分呢 一樣是10.1牛頓米 那這一個最大的問題點 你會發現喔 原廠傳動上去馬力還比較低 原因是因為原廠傳動呢 為了追求順暢度耐用度 所以它並沒有調到很強 讓你改裝以後呢 才會變到很強 就會變成比原本的還要高 那定傳的部分呢 就是把引擎的力道 直接用定傳的方式 直接轉換到後輪出來 那後輪出來的結果呢 是10.2P 7800轉 所以傳動我們在調整呢 大概調8000轉 那為什麼會調8000轉的原因 是因為換檔 換檔的時候 其實會超過7800轉以後 再換檔下來 掉了大概兩三百轉 又再7800轉到7700轉左右 再往上再拉一次 所以這是一個曲線的部分 所以就會有一些差異 好 那今天改裝傳動 跟調整跟安裝呢 大概就講到這裡 那傳動有需要改裝的話呢 可以找我 基本上我們都有在賣 各品牌呢都有 其實傳動很多人都會一直問我說 哪個品牌好 哪個品牌強 我會跟大家講 每一個品牌 調整到好的情況下 都有強度 當然每個品牌有一個特性 有些品牌追求的是加速 它會加速很強 起步加速非常非常強 那有些品牌追求的是尾速 它就會尾速特別強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品牌的特性 那你只要調整好 它基本上呢 就會有一定的效果出來 那當然你要拿起步盤 去調尾速的狀況呢 就會有一點點 所謂的似不像 起步有強還是有強 可是它的尾速呢 你要說多高呢 就沒辦法多高 那起步呢自然而然 又掉了一點點 然後就會有一點點 跟品牌的取向不同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不一樣 就跟你拿了一個很厲害的勞力士 跟Apple Watch來比較 那勞力士怎麼樣都不能接電話 怎樣都不能弄啊 可是它就是取向就是 我他媽就昂貴 我就是身份地位的代表 那Apple Watch呢 就是所謂的它是科技感 然後它就是方便嘛 可以打電話 還可以收到資訊 還可以聽音樂 等等的相關 兩個取向不同 不能比較 好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 掰掰